第三题,现代常用的温标有摄氏与华氏,摄氏温标定水结冰时的温度为0度C,水沸腾时为100度C,华氏温标定水结冰时的温度为32度F,水沸腾时为212度F,如幼土,下列有关温标的比较何者正确,A摄氏1度C等于华氏1度C,当然是错的,我们这边的摄氏呢,它从0到100,所以它总共分了100格, 而华氏呢,是从32分到212,它分了180格,所以显然摄氏1度C跟华氏1度F是不一样大的,所以选项A是错的,B摄氏较准确,华氏较不准确,这当然也是错的,这我们的这个温度计的准确是看我们这里的温度计做的时候,我们的水液体,它的膨胀的状况能不能很准确,很均匀,还有刻度呢,会变得很精准, 所以跟它的温标是没有关系的,C,图中的X数值会大于Y的数值,这也是错的,我们看到摄氏是0的时候,华氏是32,摄氏是100的时候呢,华氏是212,显然华氏的摄氏数值呢,会比摄氏来的大,至少在我们这个0到100的范围之内是这样的,所以呢,选项C是错的,那当然只要选项珠是对的, 那如果要好好说的话,就是说,我们看到,我们这里的摄氏呢,分了100格,华氏呢,分了180格,所以呢,当我们的摄氏分了10格,10度C的时候呢,华氏会分18格,18度F,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选项珠是对的, 因此,第三题问我们说,下列有关温标的比较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若摄氏上升10度C,华氏则上升18度F